唐凯将22年发表了另一部白皮书, 白皮书本身讲了很多历史玄甲第一部份, 第二至第五部份大部份讲近代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一个政策, 其实本身这一个白皮书后面 其实有一个暗藏住的叫反分裂国家法, 反分裂国家法基本上针对台湾, 如果它宣布独立的话就有些何行为, 或是非和平形式的行为, 但亦为如果它愿意谈判, 中国大陆愿意在某些范围愿意给国际空间台湾, 这些讲法其实本身写在白皮书中, 白皮书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新政策颁布, 它只将在22年来在政策上的转变, 从而去到现在这个步骤或现在这个标准或结果, 它只是写出来令这件事有所logic, 即是有些逻辑, 至于对于它有无设定时间表, 如果它这个白皮书设定时间表, 就说在2030年或2029年或2028年之前, 台湾要回归中国, 不然就无力, 如果它有这样写就震撼, 但它无这样写, 它只是老心常谈地将之前所有有关台湾分裂或台独, 或台湾的政策归纳在白皮书, 白皮书本身的铺牌大家都无特别觉得特别的地方, 譬如它无突然间要有另外的session讲了, 将会一条新法例对付, 又或我不承认台中线,它无写这些, 某程度上可以这样说, 它只是将之前在22年来, 出了第一次的一个白皮书之后, 到现在政府取态只是再rebuild一次, 是无新东西, 都是不放弃武力收回台湾, 就是用反分裂国家法, 无放弃这些原则, 看这些白皮书组织很久, 即是白皮书组织到发布可能超过过半月至两个月时间, 因为白皮书那五点内容很多很多很复杂, 你说是否可以一时三刻写出来呢? 有一个传闻是这样说, 就是北戴和会议每一年夏季开, 都是这时候,刚刚开完, 所以有所共识, 因为有共识, 所以颁布白皮书, 就是将共识写给全社会和整个公务员系统, 让大家知道整个台湾关係或台湾前途, 中国大陆政府在行动方面或施政方面究竟怎样想, 这似乎是比较贴近事实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去看, 就是这样做,即是公布了白皮书, 又或停了东部战区的军演, 是否等于气氛就缓和呢? 又未必, 这是此起彼落, 当解放军在台海附近活动降低时, 美国的航母舰可能在这时洗过, 因为美国与台湾仍然坚持着一个争议中中线, 即是说究竟海峡两岸有无中线这件事, 无任何论文写过, 但大家互相侦重下就有中线, 中线某程度上是反介入的一个界线, 即是说台湾如果大家坊间进入中线, 台湾会紧张很多,很简单, 现在整件事体本身发表白皮书, 虽然白皮书没有刺激性字眼, 没有增加一些事效性, 即是何时不做我就这样做,没有, 但另一方面它加起来本身 整个现在的气氛环境不仅只有中国大陆, 还有台湾,还有日本,还有美国, 他们一样可以搞局, 所以如果你说中国大陆希望在这时出白皮书, 而冷却气氛似乎不是, 但出白皮书当然有原因, 很可能目的就是跟国民党副主席访问, 都可能有所铺牌, 整件事就是这样讲, 国民党副主席李立言说自己 一早安排了访问大陆, 现在会照成行, 但台湾朝野或包括台湾人觉得不应该去, 暂时大家还在咬架, 还有少少磨擦, 你不应该去那裡臣服于对方, 但始终他说去探台湾, 但实际上很明显去到希望 和地装政府或省政府, 希望和中央官员见面, 总体来说某程度上说, 这国民党不算在一个合时时间访问, 但加上有白皮书在那裡, 很明显国民党副主席去到, 隔离完后会被记者问有关白皮书内容, 这代表台湾其中一个政党的发表, 某程度上可能他会讲正面些说话, 令白皮书内容更加充实,更加有根据, 更加推台湾在走这条路都未顶, 国民党副主席李立言这时访问, 可能整件事立体看都是铺排一部份, 现在暂时看到军演结出是事实, 公布了, 但是否等于军演结出或特别军事行动, 或特别军事训练结出, 没有了常态巡航似乎不是, 常态、常规巡航可能仍然保持着, 常规巡航可能都不会尊重海入中线, 等下星期看多些时再讲, 但整体来讲可以这样讲, 现在似乎整个局面都不只讲台湾, 而是讲台海有无条中线存废争议, 以及大家咬的手刮, 简单讲香港在台湾事务上可以做的不多, 当然如果大陆政府想制裁台湾某些人或某些机构, 他觉得香港需要配合的话, 香港要配合就在所难免, 所以李家超只要我们全日配合北京看法, 已经可以了,不需要做些实质的事, 但李家超见到近期很喜欢做些实质的事, 又会有新闻去看,有新闻报道出来, 某程度上好像突然有些表忠, 或表达忠诚或那种意味,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用, 你做得特首大陆已经看得实, 也明显地他完全知道你的质地, 李家超现在形式化这件事, 即逢北京有一个大些政策, 李家超都要出来和主要官员都要表一次态, 如果这样就变得很不空, 可能国内迟些跟日本之间有一些争议, 跟韩国之间有可能有一些争议, 跟美国之间有一些争议, 每一次李家超出来表太一次, 其实他好像表面上做得太多, 反而李家超应该清楚给所有人看, 他无得不跟踪中国大陆的政策, 那个政策或中国大陆的大政策, 如果牵涉到香港,香港都要跟随它, 当然当中法律法规当中程序公义另计, 但无需要另外召开这样的会议说一次, 几明显香港角色无得缓冲, 都是全面管住权了, 所以香港因为全面管住权下来, 所以某程度上现在的演绎, 现在的演绎不知将来发展怎样, 现在演绎了是这样, 如果發觉香港原来是一个独特角色, 是不需要完完全全跟北京的表态 或北京大的政策完全表态, 留了些空间,留了少少空间, 将来可以活用这个空间, 将来的事, 但现在似乎全面管住权益程度上, 落实到特区政府的一个意念, 特区政府施政的一个内容, 即是说就算是关于台湾问题, 不关香港问题,不关香港事都要表态, 某程度上讲出来就要做, 因为表态,即是某程度上可以看, 现在全面管住权益覆盖, 覆盖香港对外, 香港有关中国大陆大政策当中的角色, 但可能出现将来, 可能将来,现在不是,现在比较清晰, 将来如果有人發觉原来香港留了一个空间, 留了一个灰色地带, 可以活用香港角色可能更好, 可能将来这样情况下将来可能有改变, 但现在几明显, 都是一面倒就是拥护, 有尴尬情况, 尴尬情况譬如大陆公布了对台湾某些机构, 或对某些机构有份支持民进党机构中心制裁, 又或他讲进行制裁就是佩洛西, 香港是否这些都要跟, 这些细节上香港可能要跟, 在法律法规方面要配合, 不能随便用行政手段做一些事, 这是尴尬的位置, 香港如果表态了全力支持中央在这方面的政策, 但中央原来跟着在不同部位 颁布了对政策下的一些行政工作或决定, 他们当中可能包括了不让某些公司运作, 不让他们注册, 香港是否要跟呢, 香港要跟的话会否因此引起民事索尚呢, 因为香港政府未必有理据可以随便制裁一个私人机构, 所以这方面可能都要想清楚, 即当香港政府决定什么都跟的时候, 其实它都要想清楚它跟不跟到, 技术上如果跟不到的话只能搞, 现在面对国际局势的确复杂, 第一个本来美国是怎样跟北京之间有互动, 美国很简单, 现在民主党政府就希望在未来中期选举 不要输得那么紧要, 这是很明显的目标, 在大政策方面加息是无得变, 但加息当中会否淡化呢, 昨天有个消息可能加息部分会放缓, 但另一方面看本来拜登可能跟中国之间 觉得有些可能交换和互动都不够胆做, 因为现在大陆讲它都是叫做耀武扬威, 对于美国人都是不好看的事, 变成如果这时跟大陆之间有些互动 是对拜登政府更不利, 所以更加拜登政府抽离一点, 甚至要强硬一点, 譬如美国军方觉得大陆东部战区 做了那么久的一个演习, 是否美国都要做些事, 美国所以传出来 跌根号航空母船很可能会穿越台海, 这动作南非好传续上是美国想保护台海中线, 想讲清楚海中线存在, 另一个表态是它们其实在博弈, 大家明知不会伤害, 但只是你威完了轮到我又威一下, 威完一下即是可能完, 但距离美国可以和北京之间有让步 谈判妥协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本来可能上两个月都有机会 因为谈判而放弃放宽一些关税, 甚至关税哪些放宽都很具体讲了, 但现在会否负资杀人呢, 如果负资杀人对拜登可能他的风险很高, 即是他的政治风险很高, 所以总体来说件事复杂了, 另一个复杂就是日本, 岸田文雄已经跟换防卫上, 岸信介即是安倍晋三的弟弟已经被跟换走了, 安倍晋三跟他弟弟比较右派点, 比较会喜欢捉住中国来讲, 岸田文雄换走了岸信介, 某程度上表面看, 他就希望控制住防相的说话, 因为未来他很可能在修宪方面有动作, 即是很可能将日本自卫队正规化 很多在修宪内回的动作, 因为现在他有足够席位去做修宪, 但如果在修宪的过程中, 有人好像在香港二楼淑仪那样大嘴巴 辣着了北京的一个民族情绪, 很可能会影响日本修宪的步伐, 所以日本来讲, 虽然他今次在事件上比较强硬, 但未来他走强硬或走远, 或走若即若离大家未知, 而且暂时未有消息未有迹象, 因为岸田防控政府换了部份官员, 当中防相都换了, 换了之后究竟看防相表现怀柔了, 或是继续强硬, 才知道日本跟着究竟想做什麽类型的路, 但总体来讲日本都会保护自己, 所以日本某程度上都会相对站在台湾那边, 多于站在大陆那边, 所以这方面微妙的关係, 包括韩国也是,日本也是, 美国也是,台湾也是, 甚至东盟国家都是, 都是一个比较复杂而有多变的环境, 国家都会看得中了一会 淹水公奏空派哪边, 谢谢大家